形态转换作为新人代奥特曼的标配之一 能很好地帮助他们应对各种各样的强力怪兽 每个四五个形态出门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新人代奥特曼 虽然形态是多了 但有些形态的战绩却多少有那么点拉垮 所以本期阿泽就带大家来看看奥特曼的那些拉垮形态吧 第一个欧布三位一体形态 欧布三位一体是欧布竟用银河为特力和X的力量融合而成的形态 并且在设定上是欧布的最强形态 虽然看起来点了一批 可他的战绩却多少有点惨不忍睹啊 号称最强形态的欧布三位一体 刚登场不到五分钟的情况下 光速吃鳖 被西伯利特新人帝国新人戴亚玻璃谷为欧 一度将欧布逼得只有招架之力 而在关键时刻好机友加古拉及时出手 使用黑暗圆环化身之旁论猜猜猜猜 这才救回了欧布一条小命 但在加古拉退场之后 欧布三位一体再次陷入劣势 好在三位前辈复活并加入战局 形成了4v4的局面 虽然人数上是没啥劣势了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欧布三位一体区别 依然被对面安在地上摩擦 好在那个男人及时出手 这才挽救了战局 随着赛文的加入战况终于往好的一面发展 欧布也在老大哥的带领下小宇宙爆发 拿下了戴亚玻璃谷和萨迪斯的人头 本以为三位一体在剧场版里的遭遇已经够惨了 可谁知到了欧布格斗中 三位一体再次被迫害 在追击雷伯特斯的过程中惨遭埋伏 一个波就将欧布打回了基础形态 不过这也就算了 关键欧布格斗中还登场了一个智勇形态 这个智勇形态表现还贼好 下来就把三位一体不敌的雷伯特斯吊打了一顿 一下子就把号称最强的三位一体 挤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 第二个 杰德好勇形态 号称形态是杰德进入赛罗胶囊和奥夫胶囊 融合升华而成的形态 出登场之时相当至点会有一种 一夫当光万夫抹开的感觉 可实体表现却也是不尽如人意 全剧一共只拿下了1.5个人头 仅在出登场时单杀过一次佩丹尼姆杰盾 而在TV过后 这个形态更是被打入了冷宫 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了 仅在银格一中登场过一次 使用强力爆裂光线拿下了自己的复制体 说当是杰德最惨的形态 想必他也没什么意见吧 第三个 宗皇形态 宗皇形态是杰德进入奥王胶囊和贝利亚胶囊 融合升华而成的形态 单纯从融合素材来看 宗皇形态可谓是强到没边了 一个是奥特曼天皇版之一的奥王 另一个则是实力强悍的贝利亚 作为新人代唯一一个借了奥王力量的男人 杰德最皇的实力至少得是天皇版级别才对 和事实恰恰相反 不光实力比较有限 人家甚至都不是杰德的最强形态 在TV时期 宗皇的表现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虽然击败了不少强力怪兽 但也有被辅警出黑偷袭 导致疾别的情况发生 到了剧场版里 宗皇形态更是化身蟒足 直接上去开送 可不让连肉骨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加拿特龙打成了分子状态 在此之后 宗皇形态更是开启了漫漫吃别路 比如在罗路剧场版中被托雷吉亚戏耍 在银格宇中被奥特黑暗杀手吊锤等等 可以说是难求一胜了 第四个 闪耀永恒特利加 闪特是特利加使用永恒核心碎片的力量 变身而闪的前代 看起来就屌了一批 甚至连计时器都比一般的奥特曼多两个 不过闪特的表现依然不能算是亮眼 出登场时因为控制不了永恒核心的力量 从而不能发挥出百分之百的实力 结果没过几节和利波特跳了个舞 就莫名其妙的能控制了 可即便如此 闪特的表现依然不算出色 一来是特利加的TV高强度的战斗 其中低于48小时就是最好的写照 二来是基因怪太多 像什么面王傲家 面王大蛇什么的 都只是单人剧登场的小怪而已 走路远远的加持之下 导致闪特的表现看上去十分拉宽 第五个 阿古如威尔形态 不少小可爱对于阿古如的第一印象都是装逼 只有他欺负人从来没有人能欺负他 而且战斗方式也是干净逆落 毫不拖泥淡水 可大家仔细想想就能发现 阿古如装成的B几乎都集中在V1时期 而V2时期的阿古如虽然设定上更强了 可表现却拉滑了不少 一共登场了7次 只是拿下了2.5个人头 仅仅单杀过一次 胜率更是只有35.7% 其中还不乏被魔人一刀捅穿腰子 被布里兹布罗兹30秒速通等高光操作 属于是装最狠的B挨最懂得打 第六个 超线赛罗 超线赛罗的表现不可为之不强 他所战胜的对手也不乏加拉特隆塔兰特这样的精英怪 可坏就坏在超线赛罗的下限太低了 居然被奥宏著名的小丑打打 吴真义击败过 要知道打打无人在任何一部剧里 几乎冲当的都是搞笑角色 一直没有很强的战争力 可在杰德奥特曼的剧中 超线赛罗却被这样一只小丑打到了解体 我知道 赛罗在这部剧中身体不适 外加外挂被封上了一堆debuff 但我实在是不能接受 超线赛罗居然被这么一个小丑击败了呀 第七个 贝塔充击形态 著名的红色蟒子形态 这个形态下一共有三个关键词 分别是肉盾 摔跤 和下饭 没错啊 这个形态总是能做出一些让人印象不到的事 比如和怪兽玩摔跤 完全不走位 硬直方线等等 时刻投入出一股 我是蟒子 我怕谁的态度 与之对应的 战绩也比较拉垮 经常使用此形态和怪兽肉搏摔跤 结果摔着摔着发现打不过了 然后立马切换到别的形态收人头 阿德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个形态在纯EV的情况下 仅仅凭借新手保护器拿下过一次人头 战绩方面确实有点不尽容人意啊 第八个 齐美拉贝罗斯 看到这儿估计就小可爱要说了 齐美拉贝罗斯不是怪兽吗 怎么算到奥特曼的形态里呢 贝也 贝利亚虽然黑化了 但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奥特曼没毛病吗 而齐美拉贝罗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勉强也能算是贝利亚的形态吧 所以他能出现在这个网站上 很合情合理吧 咱们言归正证 齐美拉贝罗斯是贝利亚 禁用五帝王和果格的胶囊 融合身亡而成的形态 外表看起来多多少少有点像 家里刚拆签的爆发户 直接从之前的头背 变成了患有脂肪肝的肥感形象 其实从设计图我们不难发现 齐美拉贝罗斯的形象还是相当霸气的 不过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差错 导致实际呈现的效果跟肥宅没啥区别 除了长相之外 齐美拉贝罗斯的表现也不咋地 16级出登场时 牺牲完杰德就跑了 到了17级的时候 却被好大儿各种形态掉的 自己的大儿不帮自己也就算了 居然还获得了奥王的认可 解锁了尊皇形态 在这一通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 齐美拉贝罗斯还没怎么表现 就隐恨细尾了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无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奥特曼的拉垮形态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